嗨 大家好 我是漆二娃 最近秋冬季节真的很干燥 每天我朝上起来嘴巴都很干 然后今天准备做一个旋令一二汤 现在我收拾一下就出去买食材 早上起床 先用冷水时刻脸清醒一下 嗯 好 这刷个牙 就出去吧 看我的牙膏都没有了 鸡鸡早会有的 再摸点水乳 我是精致的小女生 好 现在我们出门卖东西了 好 我到超市了 现在我都里面去买点银啊 买点旋令 买点红枣枸杞鸡饼 这颗可以啊 买一颗大的 再买一颗 买一颗大的 买一颗小的 这个更白 就要这个啊 好 现在我们继续去找银耳吧 这个我们选银耳的话 要选这个 成这个金黄色的 然后摸着有点刺手的感觉 我选一颗好开一点的吧 这颗 那里那里 那是花生 不好意思看错了 摇一点 就买这么多吧 现在我要去结站了 结完站就回家做 反正我今天买的这个银耳很好 会泡很多出来 好 现在银耳就泡好了 再来看一下 下扇子的 我觉得好好看一下 现在洗干净 放水都把它洗干净 然后把这个地给去掉 这个黄色的不要 特地还有点不好去 该是拿剪刀来剪的 你们可以用剪刀剪 这个银耳的话 我们要冷水下锅 半个小时后 我们再放泥红枣跟冰糖 来点红枣 再来一点点枸杞 就够了 再来点冰糖 把它切下来 切丝半 看一下嘛 然后我们把这个泥放下去 我泥皮也放下去了 因为泥皮 还是不错 好 红枣 冰糖 继续小火灯半个小时 就差不多了 现在把这个泥皮给夹出来 哇 哇你看这个泥皮 还没有等断 然后把这个枸杞放进去 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了 哇 感觉好美味哦 好了 现在我的银耳汤已经炖好了 我先舀一碗出来吃一下 我觉得特别的可以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浓稠度就刚刚好 它也不是特别的浓稠 也不是特别特别的稀 就正好合适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现在我还是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这个银耳汤的一些小技巧 因为我今天做了一遍我也学到了 就现在分享给大家吧 银耳的话我们在超市里面买 买回来 我们泡发的时候 一定不要用热水泡发 尽量用冷水 为什么呢 因为热水泡发的话 它会把这个 它会影响这个银耳的口感 还有它的一些营养 还有就是我们银耳 就是大家买多少吃多少 不要买太多了 因为你泡发不后 你不用完的话 第二天它也不能吃了 然后泥皮 我刚刚有个小动作 我把泥皮洗了 用盐洗了 因为泥皮它是有止咳润肺的作用 枸杞的话我们可以 等到起锅前几分钟饭就行了 因为这个银耳煮久了 它会就是它的药效 不会流失 而且也不好看 而且它会煮慢 今天我做的这个雪泥耳 希望大家能喜欢 反正我是非常喜欢 因为这种都很好吃 等会儿我要把它一锅都吃完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